TVB幫獎禮今年押後到一月舉行 大家都穿得有這麼漂亮得這麼漂亮 女演員都很大方感 各個TV又露背隆重歧視 至於獎項方面 每個候選人都是大熱門 花樂誰家終於知道了 最佳男主角由黃浩信拿了 不知道浩信宣布得獎那一刻 有沒有覺得鬆一口氣呢? 那一刻很激動 那一刻是入行以來最激動的一刻 就是由入行第一日 去到今天所有畫面 突然之間是很多很難忘的回憶出現 其實都參加班獎禮已經很多年了 每一年都有開心 或者可能有些錯過了些什麼 但是今年是我覺得最豐收的 憑著不懂撒嬌的女人大受歡迎的唐詩詠 亦都不負眾望地拿了事後 不過可惜馬國明今年依然是陪跑 馬國明你永遠都是我心目中最佳的男主角 不要緊要啦 其實馬明都拿了最受歡迎男角色的 還是民選時代 是啊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我經常覺得 起碼有人逢你不值 怎樣都好過一些人覺得你未到那個位 如果有很多朋友替我不值 剛才我很多同事可能他們怕我很不開心 很多同事都鼓勵我 他說其實你是我心目中的那個 我覺得我已經這些鼓勵都很開心 這一日拿完獎就被人吹噴了 如果和黃心穎結婚 還可以升級做人生勝利組 日前馬明就和心穎一家人一起吃飯 慶祝十名寶寶生日 看來都快了 我們了解中了 多了啦 了解中了 了解那個地方 未去過 很好的朋友 邀請得他去這個飯局 都是 了解中的好朋友 真的很隨意地吃一頓飯 其實大家都不想搞到這件事 好像很荒蕪那樣 大家都是覺得 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但是多了很多記者在外面 多了很多記者在外面 他們聲稱是第一次見家獎 不知道家人對馬明的印象又如何呢 我想大家對他的印象都不錯 因為始終他都是出了名乖子 都是好人